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做隐含很多危险 造成气温较低 寒冷会刺激身体 诱发血管静卵 而且清晨血粘度高 血压容易升高 造成还是中风梗塞等疾病的魔鬼时间 另外爬山对中老年人的伤害也很大 人老腿先老 爬山的时候负重非常厉害 不慎就会造成一些关节断裂 或者是关节软骨软化 因此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不要过早锻炼 不要剧烈运动 要尽量少登山 爬楼 可以进行散步 跳绳 太极之类 还要注意 锻炼要循序渐进 以此大量的剧烈运动 不能替代其他几天运动所带来的健身效果 习惯静坐生活的人突然做出大力气的体力活动时 发生急性心肌梗塞的危险性最大 锻炼必须坚持 循序渐进 必须经常坚持 二 早上洗头 早上洗头的人也许就是头天晚上忘记洗头 索性也把睡了一晚上乱糟糟的头发里顺 去屋子 想一整天都精神抖擞 可是你知道吗 早上洗头对身体并不好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养生经验 是反对早上多洗澡的 一大早起床后 人的身体机能刚刚苏醒 血液循环并没有那么快恢复到正常值 人体的血液运行也比较缓慢 并且此时头部的皮肤还比较敏感 一旦洗头遭遇水的刺激 特别是凉水 会加速脑部血液的循环 加快脑部的正常血液供给 给脑部血管造成较大的负荷 可想而知 这样并不利于健康 三 熬夜晚睡 上海市中医医院神治病科主任医师许良表示 熬夜晚睡对身体的损害不都补不回来 随着年纪变大 很多中老年人的睡眠开始不好 晚上睡不着睡得晚 然后白天补个觉 这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 近来因熬夜等造成身体损伤的现象 越来越频繁 大家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生活作息 健康睡觉 一天中睡眠最佳时间是晚上10点到凌晨6点 这一时间段左右为最佳睡眠时间 当然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调整 只有这样尊重自然界阴阳消长规律 才符合人类的生理规律 四 经常生气发火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郝万山表示 不生气就不生病 我们总在问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健康最重要 但如何保健康呢 不生气就不会生病 少生病 很多人动不动就生气上火 很多疾病都和生气有关 所以两者联系十分紧密 生气所导致的疾病到底发病率有多高 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发现 90%的疾病都和精神压力有关 所以说病由兴起摸由兴生 一个健康的中老年人 能够用理智控制情绪和一切行为 这样自身才会更长寿 那么日常怎么做才可以让自己更加健康呢 104岁国医大师邓铁涛 在世时耳聪目明 思维清晰 语言流利 步履坚稳 如此高品质的承受健康 源于其自身坚持 养生重于治病的一套理念 百岁高龄来源于日日时光 电滴积累 很多人好奇 邓铁涛大师每天的作息如何 如天天坚持 真能养生 二 养生的日常做法 一 作息规律 国医大师邓铁涛一日作息规律 早晨起点起床 空腹饮一杯热开水 梳头 自我保健按摩明天骨 击诊处等动作 在阳台做八段井 回房间凉血压 上午时间段 八点半吃早餐 餐后看书看报 十一点喝热茶 十二点吃午餐 大约下午一点半开始午休 下午时间段 三点半起床 四点半散步 站庄二十分钟 自我按摩足三里 用全穴等穴位二十分钟左右 晚上时间段 六点吃晚饭 九点冷热水交替洗澡 回房间测血压 做好血压记录 冬天睡前用热水洗脚 二 饮食健康 邓铁涛大师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平时吃什么可以长寿 他说只有四个字 杂食不偏 更老的饮食基本为 每天三餐定食 定量 坚持每餐只吃七分饱 平日清淡饮食 主食以大米饭为主 搭配蔬菜水果 再配一定量的 薯类 燕麦 豆类 草麦等 肉食偏按鱼 其次是鸡肉 虾类 鸡蛋等 尽量营养均衡 三 养身 首先要重视预防 一 养重于智 提高生活质量 追求高品质健康长寿 在医学上提倡预防为主 预防重于救治 帮助指导人们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养成强身健体的爱好 疾病自然会远离 二 动静结合 进而养心 心主神明 可以驾驭 控制自身的精神情绪 维持肌体内外环境的平衡 保证肌体健康 日常生活中除了养神外 邓老还习惯通过冥想 静坐等方法静养 静坐的要点是 单腿交换盘支 稳坐在板椅上 上身自然放松 眼睛自然紧闭 两手放于腹前 按平常呼吸节奏 静坐三十分钟左右 养身不是吃各类各样保健品 也不是高深莫测的学问 而是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简单方便的 就能拥有一个健康好身体 三 每日坚持两个习惯 一 冷热水交替洗澡 数十年如一日 但老坚持冷热水洗澡习惯 保持至今 皮肤依然有弹性 很少长老年般 坚持冷热水交替洗澡 还能帮助全身血管的血液循环 提醒年长者 有高血压的患者 在刚开始洗澡时 要注意水温不能差太大 要在身体适应后 可以驾大温差 二 勤梳头 坚持每天用牛角刮砂板 起床后刮刮头皮 帮助头部神经疏通 同时也要辅助锻炼一下 手臂力量 预防肩周炎 除此之外 凡是四肢躯干 血管关节处都可刮 促进气血运行 加快体内代谢 疏通全身血脉 从而强健体魄 虽说 但老的养生方法 看似平淡无奇 但当这些方法 融入近日常生活中 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 从而使健康长寿的状态 更接近你 总之 只要老人在平时 注意采取一些养生保健措施 就可以帮助改善免疫力 达到抗病强生的作用 从现在开始 赶紧养成良好习惯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 以及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今天的词